农历七月 进入初秋的节气 天地之间阳气圣极而衰 阴气开始活跃 天气慢慢转凉了 平凡的降雨 正是养生不阳的时节 这时候熬一碗纯素暖粥 加入山药 红枣 头脊 玉米 小米 糙米 还有猴头菇 有助养肺 养皮 增加体内阳气 与增强免疫 记忆中 农历七月是悔节 走过一年又一年 刚开始懂得 阴与阳是天地自然的存在 对于农历七月 更是多了分敬畏与缅怀 这是一个缅怀先人 惯起敬畏之心的日子 也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高位 从此阴阳两不相忘 曾经总以为还很年轻 离未来还很遥远 可生命中有许多人 在懂得珍惜之前 在懂得珍惜之前 已成了往事 余生很贵 中年节提醒着 不忘先祖 不失良善 把握当下 在心中亮起一闪盒灯 时时照亮前方 对于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灵 对于未来的遇见 寄予着美好的祝愿 饮水时 要思缘 所谓的鬼节 真是满满的敬畏 感恩 感谢 所有的遇见 让人间和另一度空间 像月亮一样圆满 暖中 熬好了 凉风 轻轻吹 安住于当下 顺着天地节律变化去生活 心安则敬 人安则宁 世界和平 也有那么一首诗 名为 画为千锋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因为 我并不在那里 我并没有长眠 而是画为千锋 我以画身为千缕微风 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空里 秋天 我画身为阳光 照射在田野之间 冬天 我画身为白雪 绽放钻石般的光芒 晨曦升起之际 我幻画为飞鸟 轻声地唤醒你 夜幕低垂之时 我幻画成星辰 温柔地守护你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因为 我并不在那里 我从未离去 而是画为千锋 我以画身为千缕微风 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地里 我幻画的封面 感谢观看